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愿意跟其他孩子一样的去上学 医生诊断后认为他患有精神病 需要住进精神病院治疗 他在精神病院里完成了九年之义务教育 他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情绪 经常会莫名其妙的爆发 在他13岁的时候 曾因为学校对他的误解而试图自杀 从那以后他认定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对他不好 奥尔加赫本纳罗瓦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向社会复仇 他想过制造火车出轨 商场爆炸 使用武器袭击 甚至还计划过将公共计车开下山沟 但要知道这些对他来说难度都有些不大 最后他决定驾驶一辆卡车冲向公交站台来实施他的复仇计划 1973年7月10日 奥尔加赫本纳罗瓦第一次驾驶卡车来到了他预先选定的公交站台 但公交刚刚离开 站台上并没有多少人 所以他决定开车绕一圈 再回来实施复仇 13时35分 奥尔加赫本纳罗瓦驾驶卡车 以每小时55公里的速度驶来 当接近公交站台时 他突然猛打方向盘 直接冲向了正在等车的人群 奥尔加赫本纳罗瓦在实施复仇计划之前 曾向报社寄去了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们 我请你把这封信看作一份文件 这是对那些蔑视和嘲笑的复仇 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证明我的行为 今天7月8日 我会偷一辆汽车 然后开车去冲撞人群 我会造成几个人死亡 我也将受到审判和惩罚 我是一个孤独者 我没有朋友 也永远不会有 我陷入了绝望 我的状况比美国黑人还要差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孤独 我遭受过上千次的私刑 我是一个被摧毁的人 我现在有机会选择杀死自己或杀死其他人 我选择杀死那些让我讨厌的人 如果我以一个无名自杀的身份出现在报纸上 那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太便宜了 奥尔加赫本纳罗瓦的这次复仇行动 造成了三人当场死亡 另外四人送医后伤重不治 还有十二人受伤 在实施了犯罪行为后 奥尔加赫本纳罗瓦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满意 并对自己所实施的一切没有丝毫的悔意 1974年4月6日 奥尔加赫本纳罗瓦被判处死刑 并最终由杰克斯洛伐克最高法院核准 1975年3月3日 杰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古斯卡夫胡大克 拒绝了奥尔加赫本纳罗瓦母亲地上的赦免请愿书 3月12日早晨六十四时分 奥尔加赫本纳罗瓦被吊死在了绞刑架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